前几天我在后台看到有个读者留言 他很苦恼 一个刚刚毕业的男生 做着一份不是很忙的工作 每天都能准时五点半下班 他知道下班后要提升下自己 但是却抵挡不了王者荣耀的优惠 一句接着一句 玩累了就豌豆地主放松一下 又接着熬战 好像上瘾一般 他很苦恼 想要戒掉 这种上瘾性的行为 许多人都有过 明知道不好 但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寻陷其中 有研究就分析过 一个人在玩游戏和吸毒时 他的大脑神经处理模式是一样的 在这个时代 快乐容易 上瘾也容易 一不小心就丧失自控力 变成快感的奴隶 加拿大有一位心理治疗师 给影下过一个定义 一种暂时让放松快乐 但长期伤害你 而你却无法放弃他的行为 就是行为上瘾 怎么样才叫上瘾呢 其实就是你对这件事厌恶 并渴望 就像我们玩手机一样 我想起我手机里的屏幕管理记录 发现我在某视频APP上 一天花了三到四个小时 最开始我只是看一个感兴趣的视频 然后他又不断给我推荐类似的 手指一滑 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然而除了我最后看过的那一个 我都不记得前面看过哪些 生活被他们填满了 我剩下的只有空虚 想摆脱又无力摆脱 想戒掉又困难重重 实际上我已经不能再体会到 最初纯粹的快乐 失去了玩的最初意义 像所有成瘾者一样 酒瘾者不是因为酒好喝 吸毒者也不是因为毒品美味 很多时候 我们玩手机也不是因为手机好玩 只是无聊或者空虚 或者说只是渴望那种 被填满时间的感觉 所谓上瘾 不过是一边厌恶着 但又强烈渴望着 在《欲罢不能》这本书里面 提到了一个人 为什么会对一件东西上瘾 1. 渴望不可及的诱人的目标 2. 无法抵挡 且无法预知的积极反馈 3. 渐进时的进步和改善的感觉 4. 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难的任务 5. 需要解决 却有暂未解决的紧张感 6. 强大的社会联系 在我们所成因的事情里 都满足了6个原则 它们很合理地解释了 我们为什么会沉迷于 抖音 网者 甚至微信的一些互联网产品 刷短视频 会让你以为可能下一条 会更好笑 因为它符合无法预知的积极反馈 玩游戏会让你在升级和变强的过程中 体会到那种渐进时的进步 有人目标和社会联系 刷社交网络 会让你在不断窥视 并点赞别人生活的同时 让你有产生强大的社会联系的错觉 互联网产品设计者 东西人性弱点 它们用技术的逻辑 精巧地掌控我们的多巴胺 收割快乐 求尽时间 硅谷有一间叫多巴胺实验室的公司 做的事情正如其名 创始人拉姆塞布朗 是一名神经生物学的博士 他说过 这世界上肯定存在让人上瘾的代码 他所做的就是 把神经科学理论应用到代码中 比如事实的点赞 虚拟的货币等等奖励机制 然后根据大数据算法 让你一直能停留在 适合你喜好的视频娱乐里面 毕巴不能这本书里还有一句话 生产高科技产品的人 遵守毒品交易的头号规则 自己绝不能上瘾 巧合的是 福布斯也曾公开说过 他不会给自己的孩子手 iPad 互联网本该是个中性词 他就给我们带来丰富的世界 也切割揉碎了我们的时间 我们只需要轻轻一滑 就能收获快感 迎合 它被称为游戏界的毒品与解药 因为你想戒掉任何游戏 只需要入他的坑 就能以毒攻毒 但你碰到就会上瘾 而上瘾的后果 通宵打蛋是小事 损害身体就不说了 更严重的是丢掉工作 以前有个朋友 引来了甚至是请假在家打游戏 别人上班他开机 别人下班他继续 一天干十几个小时 最后得了干眼症和见巧眼 而我们会在一次性上瘾行为中 提高对快乐的法治 当我们满足于 脱手可得的碎片快乐 便越没有耐心去追寻其他快乐 没有自控力的人 容易被娱乐产品玩弄鼓掌之中 投胃充满感官刺激的娱乐 一步步引导到成瘾的边缘 让他们付出时间 金钱 精力 乃至人生 现代人的不幸 很多是从行为上瘾开始 明白了瘾是怎么回事 就知道上瘾是可以被控制 一 先忙起来 获取内飞泰 多巴胺有个敌人是内飞泰 他给我们的快乐 更悠长 也更痛苦 熬夜游戏会兴奋 是多巴胺在作祟 运动学习会充实 则是内飞泰 因为人在大脑学习和记忆的区域 就是内飞泰最多的区域 当你对一件事成瘾时 尽量的先忙起来 忙碌过后 会很畅快 二 用微习惯欺骗自己 众所周知 沉迷碎片快乐成瘾是坏习惯 好习惯能养成 因为需要小好精力 大脑会因此偷懒 阻断你的自律 但我们能用微习惯养成好习惯 所谓微习惯 就是小到几乎不需要花费精力的习惯 比如把五十个佛称 减少到五个佛称 一百个单词 减少到五个单词 读一千字 减少到读五十个字 你做完这些 甚至还能多做一点 坚持下去 久而久之 就养成习惯了 三 找替代品 摆脱一件东西的影 是找到另一件影 等你对一件事情上影后 想一下 有没有能给你同样需求的东西 等你刷抖音的时候 是因为 它能给你放松的感觉 那么看一部喜剧 或者散步 是不是也能让你放松 杀时间的方法很多 但是乔克觉得最好的是 接受系统性的信息 而不是碎片化的 四 增加获取快乐的成本 刷屏时代 我们获得快乐越来越便利 手指轻轻一滑 就有数不尽的娱乐视频 一部手机 就能与朋友开黑 增加获取快乐的成本 可以有效地让我们停止下来 比如 一 卸载相关的APP 设置不允许安装 二 设置使用限制时长 到点就禁有APP 三 封存电脑 卖掉账号装备 融掉符文 卖掉光盘 四 关掉朋友圈等各种入口 尽其所能 制造足力 让你再想做这件事的时候 产生一种 哎呀 好麻烦哦的感觉 你就能成功借掉一段时间了 叶是极度渴望一件东西 一个人面上的渴望 是因为心里有了空缺 在那浮华的快感背后 其实是我们未经审视的空虚 正如阿诚所说的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绝境 我们今天的绝境 是无聊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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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